欢迎听众观众朋友 收听收看佛光山纽约道场 与中国广播网联合制作的纽约佛光 我们恭请佛光山纽约道场 助持觉灵法师师父吉祥 台长与纽约佛光的观众听众朋友们 大家吉祥 时间好像过得很快 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跟我也一样 在每周有这么一次的空中跟师父请教 能够让师父跟我们大家一起共享一些 在佛教界里面给我们的一些哲学方面的熏陶思想 我觉得对大家来说 不管您已经是一个佛教徒 或者是您还在门外 我们都非常非常期待 在每周有这么一次的空中聚会 今天呢 我们特别请佛光山纽约道场 助持觉灵法师 要跟我们谈的 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特别希望 能够在这方面能够有所精进 那就是我们对弥陀法会的认知跟了解 所以今天要请师父好好地来为我们好好地介绍一下 好的 台长与观众听众朋友们 就如同台长所说的一样 其实时间过得好快 那么我们在一年当中 总是法会活动一个一个的就过 幸运大师说 人是三百岁 我们在随着我们每一个活动的精进修復 社会的当下呢 当然很有必要 除了过节跟家人一起过之外 那么在回到佛堂的时候 我们一样地精进修道 所以在这个段时间呢 除了上一次的 这个所谓的要师法会结束之后呢 我们就紧接着 这是佛教的这个弥陀圣诞的法会 弥陀的法会呢 最殊胜的地方 就是在于念佛 那么很多的佛教徒 大概都知道说 只要听到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就说 要念佛 好好的念佛 也会知道 可能有时候 你听到会说 哎呀 人过往的时候 要念阿弥陀佛 或者南无阿弥陀佛 其实 无论你念四字 或者是六字佛号 都是希望能够随着 这个阿弥陀佛 发了四十八大愿 然后呢 去他的西方 极乐净土 那么我们当然 在到场法会的时候 我们就是精进念佛 念佛就是大家一起念佛 可是呢 我们会在这个时代里面呢 特别不管你修的是什么法门 那么你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 好好地念佛 可是我还在这里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其实念佛法门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 其实有很多的佛 他们发愿 你也可以称念他的佛号 像我们的释迦牟尼佛 我们的阿弥陀佛 我们的阿弥陀佛 甚至于这个效果常开的 尼勒佛 有的人专攻念地藏文菩萨 总之 就是零尊佛 菩萨 都随着他们的发愿 那每天的修持呢 就在那个时代 好好地跟佛的发愿 相应念佛 是 所以在今天呢 我就是其实 刚刚讲到了念佛之外 最重要的 我觉得在西运大师的全集里面 他在他一生当中的各种修行 甚至 他会提到说 他这辈子呢 就是刚到台湾的时候 他打了好多佛妻 这就是念阿弥陀佛 那大师有他的一些感应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个大师的群情 是 大师对于阿弥陀佛 他的那世界 就是我们的极乐世界呢 他有他的一个一番见解 就是说不要把极乐世界 就是说定在十万亿佛土以外的 他觉得其实每一个人呢 都可以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如何拉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更跟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相应 除了一面佛之外 极乐世界就在我们的当下一颗心 是 那师傅我在这可不可以插一个嘴问一下 我们常常说极乐世界 在读《新月大师》的全集里面 会知道一个很常常出现的字 就是叫做人间佛教 是 我当下活在这个人间 不管这个地球好与不好 我对于现在当下 那么我对于所谓的极乐跟苦 其实都在我的一心一念之间 是 这个极乐世界呢 当然阿弥陀佛他有发愿 他也在《新月大师》所说的 《新月大师》过十万亿佛土 世界明月极乐等等的 是 对很多人修持来讲的话 就会觉得说 那是我们未来去的地方咯 是不是 那可是在于这个 人间佛教的 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来讲的话 大师对于极乐世界 他有很多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比如说 他就会觉得说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里面 对于我们的自然生态 是一个前提 在这个环境之下的 我们大家 要怎么样达到一个 极乐的一个心态 还有就是一个居住建筑的规划 现在很多人就说 哪个地区的房子 地价很高啦 对不对 这个都是什么样子的人去住 那么一样的 就是我们要借着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他怎么叫极乐呢 那他那个地方 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建筑的规划 当然还有一个就是 在极乐世界里面 你觉得是不是跟我的经济生活 是不是富足 这很有关系 现在的人会说 就如同现在的疫情 很多人觉得经济很不好 可是如果连你的日常生活 之所以 你都觉得有困难的时候 你会极乐吗 你可能不会极乐 所以就是说 在极乐世界那边的 一个国土 他的众生 他是怎么样过 他的经济生活 还有一个就是 在极乐世界里面呢 就是在人事制度的完善 这会讲到人事 我们所有的生活当中 都一定有人跟事嘛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制度呢 还有就是 他的教育体系是什么 我们在美国每次都会说 哎呀这个美名 是不是对于教育经费啊 是不是越来越不OK了 要被他预算啦 等等 是 最重要的就是 在极乐世界里面呢 他觉得在这里面的 我们不停要达到了 就是在人事会 就是生活的环境里面 我们要重要的和谐共生 这个就是 等于说是在 阿弥陀佛 他的一个 可以这么讲 他的到他的极乐世界 他会宣导 他的极乐世界的特色 那么 新人大师 在这本 《欧弥陀经》的管理学里面 其实他就告诉我们 他在用现代人的角度 让我们看看 阿弥陀佛 他的极乐世界 是怎么样的 来管理这些 这个外在的世界的 是 换句话说呢 师傅 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 这个阿弥陀经的管理学 其实也是落到 我们的人事当中了 比方 我看到在您跟我的相关资料里面 就特别也讲到 有六项 从什么自然生态 居住建筑 这就是我们生活的 大环境 那在这个阿弥陀佛的 这个世界里面 是不是也用这样的 现实的一些内容 来让我们看到 阿弥陀佛的 这个管理上的一个 世界的一个 从佛的立场来看 现在的人 如果他念佛 你叫他观想 极乐世界 是 观想 你觉得他怎么观想 他怎么根据 他生活的周遭 那我们讲 欧陀佛的极乐世界 对不对 对 不过说现在 我跟你讲说 我们大家要去 欧陀佛发愿的 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我们就要从 欧陀佛他的 这个经典里面 所提到的 他的经典里面 就会提到说 哎呀他的环境很优美 他有七重蓝巡 七重蓝巡 七重蓝巡 那这边 他的周边 所有都是 四宝周渣围绕 其实 可以想象的 那个蓝巡 螺网的意思就是 我们比如说 我们常会讲到 当你今天到了 这个故宫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个 所做的宫殿 旁边围的这些 都是叫做蓝巡 因为它是七重的 然后呢 它除了这些 四宝围绕之外呢 它有七宝池啊 八宫得水啦 意思就是 它除了硬底之外 它一定要有这个 这个池子 然后这个池子呢 里面呢 有水 而且有七宝在里面 还有就是里面 要有什么莲花啦 然后又放光啦 还有里面的杭树 楼 这些种种的 就是说 你可以借助着这些 在阿弥陀佛 它的这个 等于说 从硬体上面讲 你就会知道说 哦 原来它的极的世界 你可以根据 我们现有的人间的东西 你可以去想象 所以这个在 我们念佛法呢 里面会说 有一个要观想嘛 就是什么之外 你要观想的部分 意思就是说 你要想要去那里 那你要不要观想说 那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那又加上 我们现在在人间 我们怎么样观想呢 我们当然用 我们现有的人间知道的 那就是个经典 然后我们去观想 是 所以换句话说呢 在阿弥陀经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其实就观想到 我们现实的世界里面 是有相同的一个对比来看 就是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在阿弥陀经的管理学上呢 他也从这个自然生态 你看我们人世间 也有讲到自然生态 以及一直到他的什么 人世制度啊 三根 普贝等等 我想今天要请师父好好的来跟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因为的确我相信很多的人 对这一方面是比较不了解的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一个概念 就是魏陀佛发院的时候 为什么会说他发48大院呢 其实他也会非常的殊胜 因为会提到了极乐世界的正报 跟一报问题 这个正报你提到正这个字 如果说告诉大家 这尊佛他在过去就发愿了 他发的愿 他要能够放光啦 让众生看到他的时候 会能够怎么样 没有烦恼呢 怎么样怎么样的 因为藉由他的发愿 所以他的身相会传出自身 所以发愿 然后立众生开始呢 他就会有这些所谓的正报庄严 是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佛教里面讲的叫做 一报庄严 一报庄严就是说 我除了发这个愿 是我自己自身庄严 我们会提到了 佛陀会有32项80种好嘛 我们听到说哎呀 这个会放光 对不对 这些讲到的都是 诸佛菩萨的正宗 那可是我们要 常常会提到的就是说 诸佛菩萨的国土 他的众生 这个就是讲到了他的一报 所以极乐世界里面讲的这个 所有的一切的极乐 包括其他那里的人 甚至于呢 我们说到了就是 阿弥陀佛 他的世界里面 就是他依据 他的发愿所成就 他的周边 好像我们就这么讲了 那这么讲大家比较清楚的 想要说我们 生在美国的人 那国 我们在美国人而言 美国就是我们的 所谓的依据在这里生活 那我们就说 阿美国的国土 是什么样子的 对不对 那如果大家会说 我们为了要让大家 有更对比的认知 如果我现在是 在非洲的话 并不是非洲环境不好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在非洲的大陆地上面 是一个神样的国土 那你就可以去想象 这个就是他的一报 那我刚刚提到了 就是说在他的一报里面呢 有这个所谓的经济条件啦 是有住在那里的人 那住在那里的人 我们常常在说啊 这个极乐极乐嘛 你不要为了衣食 每天要这个五斗米折腰啊 在那边生活的人呢 可是思一得衣 思食得食啊 他不用为三餐忙碌 甚至经典里面讲的就是 在那里的众生呢 每天的生活是念佛 念法念生 一早起来的时候 他就可以呢 这个装的这些花啦 一些食物啦 供养他方十万亿国土 那种佛 那里面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他经造了西方极乐世界 他仍然在修他的福德 是 要去供佛哟 他一样精进的念佛 念法念生 是 换句话说师傅 这个十二月的十号 十一号这两天啊 星期六星期天 就是我们听众朋友 非常难得的要记住啊 弥陀法会 今年的十二月 已经是今年最后一个月了 十号十一号这两天 那么希望大家呢 都要把时间留出来 然后呢 赶快来参加这个 弥陀法会 星期六星期天啦 我相信大家都都没事做 一定一定要来跟到佛光山来 而且我也知道最近因为 疫情的关系嘛 很多地方啊都做了很多的限制 但是在佛光山这两天就对外开放了是吗 还是说我们要在家里面来参加这个弥陀法会 是的 台长你刚刚讲了一句话 大家都在年底 这个有时间了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佛 那我们在这里就提到了欧弥陀佛呢 他的这个法门是三根仆辈的意思 就是说不管你今天是不是要借着他的法门 要会读懂欧弥陀佛他的发愿或怎么样 其实他一句四字弘名 欧弥陀佛 或者是六字弘名 南无欧弥陀佛 所有的人不管老太太啊 半夫走足啊 小朋友 所有人都可以来参加的 所以意思就是在那天 你们到场已经开放了 我们有跟大家 就是说现在进来到场呢 这个除了参加法会 因为人众较多 我们会有稍微另外 会在急重上面的一些要求之外 所有在平常时日来到佛堂的话呢 只要求大家能够仍然可以戴着口罩 有时候快筛了 如果平常日子来佛堂的话 您就可以过来这个礼佛 那么弥陀佛法会是一个 真的非常殊胜 您就算是抽出一支箱 甚至打算两天都精进念佛 这都可以的 那还是就是我们有这个所谓的现场实体的 那但是呢 我们一样 有部分的人可能因为某些理由 他觉得说不方便 时间不方便 或者是各种健康各种理由 所以我们一样开放在线上的部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借那份心 跟阿弥陀佛接心 来把佛好好的念一支箱 是时间过得很快 但是我们赶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非常难得 2022年12月10号11号 周六周日这两天 弥陀佛法会呢 在佛光山纽约道场 现在是可以开放了 但是也希望大家 听众朋友 要照顾到自己的健康 要确定100% 自己是非常健康 那么如果一定想去的话呢 先跟佛光山道场打个电话 了解一下啊 就是说不定 报名人很多都挤不进去了 刚才师傅特别也讲了 在我们这一天的线上 12月的10号11号两天呢 也线上开放 那么听众朋友呢 也可以像我跟师傅这样 每周有一次的线上的 这个跟听众朋友 来传道这个有关佛法 我们在这边共同的讨论聊天 那么听众朋友也可以吧 就是师傅到时候那天 也是开放在线上 我们来共同的听一场 这个弥陀佛法会 好的 就是欢迎大家 那天让我们大家一起 来跟阿弥陀佛约会 我们大家一起来 精进念佛 是 谢谢师傅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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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